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短 今天是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的早上時間 早晨 這次又是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大馬sir 馬麗根 馬麗根 澳洲紅仔餅真BC 喜好個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加拿大加產生 高海融友好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我們最近都講過好幾節 就是關於民間人權陣線 簡稱叫做民陣 很多人已經紛紛 人也好 團體也好 政黨也好 什麼都好 就紛紛跟他割席 當然有些人想把他打殘就最好了 似乎看到那個說法 越講越離題 好像變成了矛頭 不是指向民陣 竟然只是指向特區政府那裡 我看到也覺得很搞笑 我們覺得應該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嗎?社長 是啊 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現在有些人 把矛頭指向特區政府 說特區政府這麼多年都不執法 有些人在我們之前有兩節講民陣這件事的時候 都說你們不懂社團條例的 其實當時我們講社團條例的時候 許留先生是跟著警察那個網頁來講的而已 是跟著來講的而已 不過要講一件事 其實民陣它自己的定位是不是?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社團呢? 這個我是一個疑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這個民間人權陣線呢 它一字稱都是香港民間團體組成的聯盟 那好啦 如果你是兩個團體組成的聯盟 你要不要再去登記呢? 或者是三個團體再組成的聯盟 要不要再去做社團登記呢? 法律沒有釐清這些東西的 因為那些民間團體呢 是有登記的 那它有登記的團體 再組成一個聯盟 要不要再去登記呢? 這件事法律沒有寫清楚的 登記有登記的登記的組織 其實它現在民陣另外一個說法呢 就是它說自己是一個 五十幾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平台 那究竟平台和聯盟是不是社團呢?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就是針對說 喂 它們沒有根據社團條例註冊喔 那它是不是社團呢?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問一個 fundamental的問題 是不是社團呢? 那當然法律上這些東西是有一個灰色地帶 有些人就說到說縱容民陣經營19年 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喂 那很坦白說 就是民陣 它是由五十幾個民間團體組成的聯盟 或者平台它自己自稱 那聯盟和平台有沒有必要註冊呢? 這件事 是 還有大家要回想一下就是民陣它搞什麼呢?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搞七一遊行 那好了 七一遊行就有一個民間人權陣線的平台或者聯盟呢? 就去找警察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這個是我說的那個實際操作是怎樣的 它會告訴警察聽大概有什麼團體 有什麼組織會來參與這個遊行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七一的時候很多你會看到的 好像那些可能婦女界啊 甚至乎少數族裔都會出來的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就是由民陣一跑過 就是整個捆綁式 整個東西就捧去警方那裡 就向他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嘛 那因為為什麼呢? 他跟民族黨那個什麼差事呢? 陳浩天那個時候 那個香港民族黨那個性質不同了 等一下可以拿出來用回當時那個 為什麼要取締他那個情況呢? 可以用來做一個對比的 因為民陣他自己講得明白的嘛 他說因為他自己寫了自己的成立背景和信念 究竟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說要取締他 那你其實怎樣取締他呢? 他只不過他寫得明白了 他實際行動究竟是怎麼樣呢? 他跟民族黨我們稍後時間再去對比 他就說希望為了民間社會提供一個平台 就團結不同的力量 那要注意一件事 他代表那些民間團體組織 他們那些團體或者組織 要麼就是有限公司形式登記 要麼就是社團登記 那他組成一個聯盟的話 那他是不是 其實已經 即他旗下那些 嚴格來說不可以旗下 組成這個聯盟的 團體這個陣線 組成這個團體的陣線 的團體 是全部合法的 即是你現在就是 它是一個組織組織的組織 就是組織一大堆有登記組織的沒有登記組織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一直都是說 喂我是平台或者聯盟 那平台和聯盟要不要登記呢? 我們要這樣看 如果民陣這樣也要登記的話 例如在以前的立法會 他們不是有些什麼專業議政啊 不是幾個人去到這樣的 他們有他們的政治主張 可能也有他們的事情去搞 那這些又要不需要登記呢? 就是幾個他們只不過是 說自己一個聯盟啊 什麼組織啊 不是不是組織啊 就是說自己幾個人圍著 什麼飯盒背啊 那這些又要不需要 要申請做一個社團呢? 就是這些是叫做 臨時性質彈出彈入的 那又是不是需要 註冊成為一個社團呢? 那你那些企羅羅聯盟要不要組織啊? 要不要去登記啊? KOL100那些那樣呢?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社團呢? 那他那間就是那間公司 公司認識登記 因為他要上市嘛 上市就是公司啦 那就已經是另外一件事 就不是一個組織了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就是針對 特區政府的人什麼呢? 就說喂他沒有登記這個組織 為什麼一直不取締他呢? 為什麼不取締他呢? 就是因為他一直都是在一個灰色地帶那裡 他是組織有登記組織的沒有登記組織 或者他是一個組織有登記組織的沒有登記平台 或者是一個組織有登記組織的沒有登記聯盟 聯盟和平台要不要登記呢? 好像沒有說的 而且他是組織組織的組織 不是組織人的組織 你看一個法例他經常都很清楚 組織人的組織就要登記 就是社團是有人在裡面的 有自然人在裡面的就要登記了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他們這些是真的有灰色地帶的 為什麼呢? 你公開的街上說籌款 那其實就不合法的 但是你網上籌款 那就沒有寫明說你不准網上籌款的 為什麼他們網上放了一些戶口出來 叫人捐錢給我 那些QR Code也好 轉數快什麼都好 這樣就可以了 他還可以說這個是愧陣行為 這個是愧陣行為 你打上只是愧陣而已 只是一個愧陣行為 他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很覺得 哇 你說來做什麼?這些事情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有一幫人 就是把為什麼民陣這個組織是沒有登記的 就把他的責任堆了到特區政府那裡 他說還有這19年來 你這些是社團來的 那他是不是一個社團也是一個問題? 那現在有人就質疑保安局為什麼不檢控這個民陣? 為什麼不檢控他? 你現在看看他 就是不要說他有沒有什麼收受境外勢力之助這個問題 喂 他只是沒有註冊你都要檢控他 就是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我沒有註冊怎麼檢控呢? 是不是? 其實為什麼說這個是一個灰色地帶? 就是它是一個組織有登記組織的平台 組織有登記組織的一個聯盟 就是它是一個組織有登記組織的平台或者聯盟 那下面的組織全部合法的 是啊 是不是? 就是它組織的組織全部合法的 那它是不是要登記? 那當然這個可能有些人覺得 你們為爭而爭而已 不是啊 實際上政府一直都不做事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爲它是一個灰色地帶 它不是一個很明確要登記的組織來的 或者要登記的社團來的 不如這樣講一點社團條例的歷史先好嗎? 好 那它是香港法律的部份 其實這條條例的歷史 可以說起碼都超過100年了 其實在1992年和97年度 都經歷過比較大的修訂 其實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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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極大的爭議了 所以當局當時也有很小心的去搜證 還有要深究法律方面 還有會不會有政治利弊方面的考量呢? 所以也解釋到為什麼民族黨 當時那個香港民族黨隔了一段時間 才去採取行動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民族黨也不同 因為他的黨綱當時開宗明義已經宣揚 叫做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的 甚至要廢除基本法的 他們去到這樣的程度 他們已經寫明了 好了 寫明了 那和法例裡面哪些有關呢? 因為《社團條例》裡面有一部分是叫做國家安全的 是說要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 和叫做獨立自主的 所以這個民族黨它開了波說要港獨 那就一定會輕輕了 是不是? 即使違反了裡面有關條文的8Q1A的條文 那個主張之餘 究竟有多少實際行動還是怎麼樣呢? 這一方面就是當局要去調查還是怎麼樣呢? 這件事是林鄭月娥處理的 大家要記住 是 就是這個什麼差民族黨呢? 其實它成立的時候就是梁振英時代成立的 取締它就是林鄭月娥取締它 所以如果有些人是強硬都要將現在很多香港社會看到的問題 堆落林鄭月娥那裡 其實就是很不公道 是 就是有些根本很難處理的問題 或者處理不了的問題 可能在前幾任處理不了的問題 或者沒有處理的問題 林鄭月娥都盡力去處理的 其實就是 不過你也可以說 為什麼梁先生那個時代沒有處理呢? 就是因為都沒有實質的民族黨 當時他的實質行動還沒有出來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 其實他創立的時候 已經開宗明義說什麼 是六大主張做黨綱 其實梁振英時代應該可以取締他了 他說六大主張是什麼? 那時候民族黨 他是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國 第二 捍衛香港人利益 以香港人利益為本位 第三 鞏固香港民族意識 確立香港人的定義 其實第一條已經是犯了法的 後面剩下的那幾條 不要說了 其他的六大主張 第一個主張已經是犯法的 那想補充一下 假如今天的梁振英就會雷厲風行 即是在Facebook的梁振英 當然特首梁振英又不是這樣的 這個也挺有趣的 那究竟他做過什麼呢?吃錯了什麼? 為什麼今天他這麼激進呢? 對於這些 哇!馬上開了Facebook發炮 那些還是怎樣? 還要補多一點點了 其實那個社團條例裡面 八括一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清楚定名了 如果假如有關的社團 或者這些政治團體 跟外國或者跟其他不同的組織 聯繫 外國那些 其實已經有足夠的支持 是令到當局可以禁止他的運作 也就是說合理地相信 要用來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看民陣 他們雖然寫的那些標語 是什麼警暴啊 什麼自由啊 給大家什麼五大訴求啊 你看到他跟民族黨的玩法 又很不同的 就是他不會說 叫大家暴力還是怎麼樣 當然啦 他背後做了什麼還是怎麼樣呢 大家心知肚明 法律呢 是講證據 他講過什麼做過什麼呢? 這就是一件事 所以接下來那個818 非法集結案那裡 我們之前節目都跟進過好幾次了 他們是相當狡猾的 他們那時候說 我們已經是疏散 我們疏散不了 你們在哪裡疏散? 他用來用去都是叫疏散的名字 你可以說實際的行動又不像 像是遊行 這些要等法庭去做那個判決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你以為很難把整件事 對回特區政府說是他的錯 我這裡我都在爛爛的頭 你說為什麼不查他 怎樣怎樣怎樣 收收什麼錢 這裡我都覺得有點誇張了一點 民陣很有趣的 你嚴格來說他是不是一個社團 這件事根本是有段時間爭論的 你去到法庭也有段時間爭論的 因為他根本上只有一個召集人 還有兩個副召集人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事 他負責財政的人 其實已經重缺了一段時間 誰負責民陣的錢沒有人知道 這麼神秘 還是故意呢 是有時間爭論他 因為他們是找了灰色地帶來做的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組織 他應該登記 但是他這個組織是組織 剛才我都說過很多次 現在我講到很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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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的 沒有登記平台和陣線 或者叫做聯盟 那平台、陣線、聯盟要不要登記呢 是不是一個社團呢 這個又是可以爭一大爛餐的 你上到法庭 所以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搞得行的問題 當然有人也把矛頭指向特區警察 就說為什麼一個沒有登記的組織 去申請遊行 你都給他去遊行的 過去十幾年 現在我又要幫特區政府和特區警察解釋一下 坦白說 如果你要人家申請遊行不反對通知之書的時候 不是一個民陣一份 而是民陣這個平台下面的五十幾個組織 每人扔一份上去警察部 那你怎麼搞 你是警察你怎麼搞 你是警察公共關係科的人你怎麼做 其實本來民陣這件事 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你去直到19年的時候 是他們那幫人跟那些港獨暴動人 黏在一起這檔東西才是真正有問題的 他之前很坦白說 他們很普通的 就是他們那一檔東西 只是搞七一遊行的 基本上 弄小朋友圓打大遊行 是 其實是2002年9月成立的 2003年就開始他們第一水的七一大遊行 可以說之後成為他們的遊行大旗手 還有他一直沒有進行註冊 剛才都說了他的錢究竟是怎麼樣呢 他到現在其實沒有一個獨立戶口的 甚至連放岑子傑的戶口出來都不會的 其實他所有的開支都是由他一些 屬於某一些團體代他收 然後代他拿出來還是怎麼樣的 所以你說要怎樣去取替他呢 他是不是有違法呢 其實是不是呢 有排搞的 根本不是這麼簡單 你說他有五十幾個組織 是在他的遮掩下面 under its umbrella 就是他下面有五十幾個組織 但是那幾個組織又沒有重屬關係的 而是他一個召集人就召集了這五十幾個組織 在那裡 那五十幾個組織就有登記的 也都可以說多一點點 他曾經呢 記得是曾經的民陣呢 是經費上呢 是找過X街工來幫他處理的 嗯 那你就想想 曾經 曾經也許的X街工呢 現在已經和他割了一隻的了 那他們那些海鮮素究竟又是怎麼樣呢 那他的彈出彈入彈出彈入的 很難 根本很難搞 因為他這個根本就是 你表面上有個名字 但是實際上不是一個組織 嗯 嚴格來說 就是不算是一個組織 所以 為什麼他們夠膽這樣做這麼久呢 其實就 現在有些人就是針對特區警察 為什麼你們叫他們登記 還有為什麼你們批他們遊行 這麼多年 但是那個問題 那個現實問題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釋得到 究竟 如果要問現在這一屆 不好意思 如果要問現在這一屆 為什麼要批評 為什麼你不問回梁先生那一屆呢 或者03年那一屆 那不是 他們現在說 事後恐明的一大堆在那裡 就是剛才我還沒說完的 就是說 你要明白就是 香港這個社會呢 有很多東西都在灰色地帶那裡 在那裡運行的 而這一樣東西都是一個灰色地帶 很明顯是一個灰色地帶 很明顯是一個灰色地帶 我最怕 不好意思 你先說一下 為什麼實際上的操作有民陣 是好過沒有民陣呢 就是對於警察來講 如果 遊行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去找就是民陣的召集人 陳浩媛呢 是被人滴了回去的 陳子杰也是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 根本 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是 你有人認同的 其實就是 方便處理的 其實就是 大家都方便的 不過現在有人就說 為什麼特區政府不做這個不做這個 其實就是要告訴中央 其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中央 特區政府很無能 已經無能了19年了 你找我們這些人去治港 我們這些人就認識了 之前治港的人是不認識的 或者我這樣救外國 我最怕民陣遲些玩東西 他自己叫民間人權中隊 那怎麼辦呢 沒有的 其實你說任何組織都要登記 這個理論上是任何組織都要登記 但是他下面的50個組織完全有登記的 你找一個召集人出來 其實那個召集人 就是為民陣代言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代言人 有些是 註冊登記 有些是可以豁免的 有些是宗教團體 曾經已經掉了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七一遊行 從來都是那些組織自己籌錢的 民陣是沒有籌款商的 好像是抽水的 民陣是抽水的 那抽了去哪 其實大家當然都不知道 那些錢去了哪 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那些數不公開的 其實民陣是有一大堆屁股數在那裡 所以我們要理性些去看整件事 就是不要盲目說 為何不做事 特區政府為何不做 或者是不是正在做 我們不知道呢 我很怕到時民陣有些什麼事 又是我們聽特區政府才會動 那你一定有 不好意思 就等於那些人說 那快點放那些股票 一定要大塌五百點的 你這樣說下去 你遲早會跌五百點的 其實 股票一定會跌 只要超過五百點的 那我還不讓我講中 你實中的 其實民陣的存在 其實有它的必要性在那裡 就是很坦白說 你現在說他們民陣包庇黑暴 所以要取替他們 就是這樣說 這個說法也很難說得通的 就是黑暴那些人 跟民陣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關呢 我們當然是說他有關 但是你要證明他們有關 其實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些人每一次都是說 我們這個遊行結束 他們那些黑暴的人才出來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甚至每一次都是 2019年的時候 他們出來說 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到此結束 之後那些就不關我們的事了 他好像賤格到 簡直到在中環搞到一棵譜 他走到差不多半山 那個叫做終審發言的那個位置 才跟大家說說結束 你不要去到山頂才說 現實的情況就是 為什麼會給他去申請遊行那些 大家都是無實的 香港特區政府做事一直都是無實 警隊做事一直都是無實的 沒有人想到你會搞到這麼瘋 是不是 你19年那件事搞到這麼瘋 其實大家都猜不到 其實在2019年之前 民陣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溫和 是自從岑子傑接了手之後 才發瘋的 那一次是岑子傑第二回合做的 其實岑子傑呢 之前都做過一次的 1516年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反對暴力的 是岑子傑 他看到形勢轉了 還是收了錢 不知道的 這些你要查他才知道的 究竟為什麼會和黑暴 完全連成一線 什麼不批評 不督灰 不切割 這三筆政策 是他想出來的 之前有人訪問過他 為什麼他會想這個三筆政策 就是他覺得要用其他人 就是其他那些 比較激進的人的力量 要組合在一起 你組合在一起 就是一鍋熟 其實一直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組合那些人 其實長期都知道的 大家不可以組合那些港獨有 不可以組合那些暴力分子的 是岑子傑破壞了這個規矩 在19年的時候 當然現在有很多人都為岑子傑說話 包括鐵頭人都為岑子 甚至說話 溫和不是一樣 死 沒事的 沒有做錯的了 這樣 但真正溫和一早跟那些暴力 有切割支持民主的人 有沒有事呢 你自己去看看 那些人有沒有被人抓 沒有 蔡耀昌有沒有被人抓 沒有 所以 不要在這裏 張大雙眼 在這裏說謊 就是現在 有一幫黃友 當然很可惡 就是他們 要說 一件事就是 他們19年的決定 就是這個三不政策 是沒有錯的 就是 其實就不是沒有錯 要錯到底 他們這幫混蛋 好了 另外一邊 那些男友 尤其是糧粉 和糧型的民膽 有少少問題 就指向現在正在做事的特區政府 就欠特區政府於不宜 現在有大量的人是這樣做的 就是寫了一些文章 為什麼這個組織可以在這裏 19年 為什麼不依法取締他 就是有些律師出來說 為什麼政府不依法取締他 這個說法從來都是這樣 是啊 問問梁先生 那很坦白說 如果整條一個陣線一個聯盟 你是不是真的要登記呢 你這件事已經有時間爭辯了 其實一上到法庭就 根本就不是一件可以很清晰有答案的事 那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Mohamishable不懂 社團條例寫得很清楚 總之是社團就要登記了 這個民陣奇怪的地方就是 他是一個召集人 他召集了一大堆有登記的組織 他召集了一大堆有登記的組織 他要不要自己登記呢 你回答不了我 因為他的架構就是一個召集人 加兩個副召集人 其實都是三位一體的 兩個副召集人 其實都是召集人 不是一個組織 他的功能就是召集一些有登記的組織 不如這樣吧 夠膽就是什麼 如果說得這麼吃 就是取締他 一定可以的 私人檢控 沒錯 私人檢控 你輸得贏的 你一定贏的 你不怕 他幫你給唐輝的 是嗎 煲大些 律師費 你不要在這裏說 是 是啊 這麼急功耗義 為什麼要叫政府做呢 自己去做 是嗎 是嗎 要說贏硬的嘛 取締硬的嘛 你吃硬的 吃硬的都不做 是嗎 這麼好的 為什麼呢 這副牌 這副牌 煙仔傾 按著拿的 你不去 為什麼不去呢 贏了光環 是嗎 先中籌 再拿出來打 贏硬的 是不是 不要搞亂處 中籌好過 中籌打這場官司 是 許智峰可以 沒有理由你不行 贏了的話 所有人都給你一個like 你好厲害 是啊 威威吃雞 為什麼不試一下 不需要分拳 不需要分功勞給政府 你說你贏硬的 你問政府為什麼不取替他 你覺得一定能取替 是嗎 那你不拿錢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解釋到一件事 寫一篇文 講一句話就是天下無敵的 實際上要掏錢出來做 就是兩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很明確知道一件事 不是一個黑白的問題 是一個灰色地帶的問題 根本要搞得要搞得要搞得 那好吧 那這次時間好像差不多了吧 好吧 超完事了 那這次先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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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